大安森林公園從1994年設立到現在,已經26年 從一開始到現在,這26年來這個數目慢慢漲起來 這已經是,我每次說,黃大說市長剛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不是很漂亮 可是在公園第一天不會很漂亮,需要時間、需要經營 那在這麼多26年來,經過這個公私協力,大家合作 現在變成我們台北市的地標 最重要大安森林公園它的概念,它不是以人類為主體去看這個公園 它的概念是說萬物共存 就是說,它是一個,這個公園不是說我們人類當主體,是所有的生物都在這裡 這也符合我們台北市政府現在在提倡共融社會的概念 所以共融社會不只是人與人之間,還有人與生物之間 都能夠共同在一個空間裡面,去分享它所擁有的空間 那在這26年來,大安森林公園是越來越生態 那大安森林公園最有名就是螢火蟲的呼籲 其實螢火蟲並不是說它 意思是說這個地方會有螢火蟲出現,就表示生態要夠好它才有螢火蟲 不然那光害農業什麼弄一弄它就,螢火蟲就死掉 所以可以長螢火蟲的地方,就表示這個地方生態環境是夠好的 那我們能夠在這地方呼籲,在一個深雲的中央裡 在一個整個城市的中央,去呼籲螢火蟲 這表示說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動作 那我後來才發現說 我們連大安森林公園裡面的樹木都有這個 怎麼講 它的漸檢的資料,6600顆樹都有編碼去給它做資料,做管理 那今年是我們第六屆 在我上任的時候,我們這第六屆的這種生態博覽會 那今年主題還是環境教育 就是要鼓勵大家來更了解我們所在的空間 那今年有70個攤位 我後來發現今年有新增21個攤位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種關心環境保育,它一直在扣增 有關心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環境保育已經變成一種人民的共識 所以我們這個攤位才會從越來越多 那最重要是有更多新的攤位來參加 幾乎全台各地都有 這種關心環境保育的團體來參加我們今天的活動 讓這個活動更加的豐富多元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種環境教育的這種展示 讓更多的人對生態是有興趣的 有了解的 那會正向的再去支持我們對生態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會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我知道今天活動很多 包括野餐、寫生、攝影、闖關活動 甚至還有辦夜間的探索活動 所以相當的精彩 所以這個 這個週末 歡迎大家到大安森林公園 來瞭解生態 那也 讓整個台北市成為一個更 文明 更宜居的城市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謝謝大家